大同大理部落安全回家的路 秀林乡公所积极编列预算来进行规划 同时也进行水保的审查过程 报告书也建置完成了 而为了争取内政部还有原民会 挹注庞大的经费 立委孔文集前往泰管处进行听取简报 4月份形成流程将完成 后续的经费争取并同会向 原民会内政部协调 华林政府还有秀林乡公所 共同来实践族人期盼已久的安全回家路 秀林乡大同大理安全回家路 在村民46年的成情之下 秀林乡公所积极的编列预算 来委托公共公司来进行规划 为了让村民们长年的痛能够实现 21号立委孔文集国会办公室 来到了泰管处来提取简报 经过说明和村民们的反应之后 立委孔杰表示 托里部落安全回家路 由于经费多达1亿元 他最后要求内政部营建署 和原民会编略预算来协助 同时也会向华林政府和秀林乡公所 说明共同来分摊预算 来为村民的诉求来解决 今天来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开会 是来谈大同大理部落通路改善工程 我非常高兴这个工程有进度 因为是我们花林县秀林乡公所 他们的一个进度说明 他们是现在目前还是在做 水土保持计划的审查 这个都有这些进度路线什么都有 而且族人今天也有表示这个意见 他们也同意公所的规划 就是用1.8到2米的路 先种碰碰车这样上去 那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 也愿意来协助 不管是水保计划 还有什么这些计划都已经完成了 这个是很大的进度 这个我非常的欣慰 也谢谢秀林乡公所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未来的话呢 我们是希望说这个程序呢 能够在4月以前把它走完 今年的4月 然后我们是希望在今年的5月就能够动工 那动工的话有个问题就是 它的经费可能要1亿多 1亿左右啦 1亿左右 所以那个现在目前 延民会跟内政部营建署 都有一些这个意见 所以呢我基本上我是希望 这个一亿呢 由我们秀林乡公所 花莲县政府 还有这个内政部营建署 跟延民会各出四分之一啦 各出四分之一 这样让这个工程能够早日进行 因为这个已经是我们族人了 等候差不多三四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大同大理回家的路 但是我非常的谢谢 花莲县秀林乡公所能够 有这个非常具体的进度报告 我们希望说这个经费到位之后 今年大概5月 就可以动工了这样 李伟孔记表示 上升以来对同里部落安全回家路 是相当的关心 他也感谢秀林乡公所 我们会积极的作为 他也会在立法院争取预算 共同来改善同里部落主任们的 交通问题来努力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